以往在您去机关进行业务申办前,常需要准备许多纸本个人资料。 现在只要有MyData,就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。 什么是MyData? 它是为了让民众方便取得存放在各个工部门个人资料, 并且自主运用的资料转介平台。 MyData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平台有三个关键技术与机制。 1. 身份验证。平台提供多元身份验证方式, 例如自然人凭证、行动身份识别、晶片金融卡、健保卡等。 2. 线上同意。只要连接网络,透过自主同意,即可取得个人资料。 3. 记录查询。您可于平台查询个人资料使用记录, 了解您的个人资料运用流向,并收到即时通知。 MyData服务重点区分为线上服务与零贵服务。 线上服务汇整所有服务的业务机关与类别, 让您一目了然,一键连结。 例如,小民与小华想申办小额银行贷款, 使用传统方式的小华,不但要跑多个地点, 更要花时间等候与排队,才能汇整到所需的个人户籍与财税等文件。 而使用MyData的小民,只要在线上服务的贷款申办项目, 完成身份验证及同意, 则申办所需的资料就能单次及时从政府端, 自行送到银行端,过程中小民还可以再次检视并确认是否要传送这些资料。 过去需要多种纸本证明文件才能申办的业务, 现在只要透过MyData,让你在家就能办理。 线上服务超便利。 虽然MyData已经借接提供了很多全程线上服务, 但是如果民众仍想亲自到柜台申办业务, MyData零柜服务也提供民众免值本作业,能有效快速申办。 例如,过去小华为了想跟柜台人员多讨论一些申办相关事务, 而选择亲自零柜办理业务时, 事前为了凑齐应备资料,常常在各机关之间云头转向。 现在在小民的介绍下, 两个人一起使用MyData零柜服务, 先下载所需要的个人化资料到MyData个人云, 再去服务柜台申办业务, 并且授权柜台人员可取用个人员资料。 如此不仅可以减少许多事前申请纸本资料的繁杂流程, 更不用担心各自的外泄。 使用MyData提供的零柜服务, 迎接环保五指,一站式服务新时代吧! MyData平台不存留民众个人资料, 所有资料传输及储存都以国际标准机制加密, 并以通过ISO 27001及ISO 27701等验证, MyData将会持续整合各工部门与私部门机关, 提供多样化的业务项目。 现在就开始使用MyData享受数位政府的变明体验吧! MyData,我的资料,我做主! MyData,我的资料,我做主!